幸福三重奏福元爱将红杰狂洒狗粮,每天要亲100下福元爱。 大家看体育的都知道,日本乒乓球选手,从4岁就开始了乒乓球的训练,至今已经有26年了,12岁就成为日本年龄最小的国家队成员。 2004年,年仅16岁的福元爱,参加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奥运会,也是日本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。 福元爱是一个很有天赋的球员,他后来来中国参加训练就知道了中国的乒乓球是多么的残酷,他后来签约带了中国跟着中国队一起训练,并肩作战。 福元爱的中国话说得非常棒,而且还是东北位的,要不是知道他是日本的,不知道还以为他本来就是东北人呢? 福元爱也是观众很喜欢的一位日本选手了,而且福元爱现在还是中国媳妇,她的丈夫是中国台北的乒乓球运动员。 2017年1月1日,两人在台北举行了婚礼,两人婚后有一个女儿,小名叫做小小爱,两人现在在参加幸福三重奏节目的录制。 福元爱的老公曾写出过这样的愿望,现在顶多亲三次,早上一次,晚上两次,宝宝出生之后就很少亲亲了,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宝宝身上,我希望你能像以前那么爱我。 所以在幸福三重奏当中,福元爱为了实现老公的愿望,两人因此有空就亲嘴,不管是在煮菜还是洗碗等,真是撒完狗粮一波又一波,网友也纷纷表示。 每天都像在拍偶像剧,幸福三重奏福元爱将红结狂洒狗粮,每天要亲一百下。